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一个宣言式的强硬讲话 让北京是大感意外再次震惊了中南海 今天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新闻联播里面 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美国副总统 关于美国白宫中国政策的这么一个讲话 在中国的各大网站上 他也禁止网民对这件事情进行评论 当然了中共的官媒 你还是有必要对横斯这个讲话做一些评论 你不评论也是说不过去的 虽然说中国官媒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话空话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些官媒的评论 就会发现其中已经悄悄的出现了某种变化 就是他们显现出来有两种意见的分裂 官媒里表现出来的第一种意见 就是对美国强硬论 他们认为美国既然已经把北京骂到这个程度 那么北京也绝不能咽下这口气了 干脆我们就跟美国翻脸了 干脆就和美国断绝来往 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也就是说中国要走回头路 就回到那个闭关自首的毛泽东时代 这样美国拿出后就没办法了 这种强硬论的这个代表就是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评论文章 他的题目是并不高明的造谣术 凭美国领导人污蔑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 这个呢就是这个所谓叫做对美国强硬论的一个代表了 那么第二种意见呢就是对美国妥协论 他们就认为啊你这样对这个 就是说现在美国已经发出这么样的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就表明啊美国他的忍耐的底线已经到这了 如果中国你再强硬下去 你要继续来挑战美国这个忍耐的底线 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一次呢中国以强硬著称的环球时报 他意外的扮演了一个妥协派的角色 今天环球时报对彭斯的这个讲话 发表了一个令人感到叫做意味深长的评论 他的题目是面对美国变点 中国首先应稳住阵脚 那么我们一看环球时报这个评论的题目啊 就跟上面那个人民日报的那个评论的调子啊 是大不相同嘛 他没有用一贯过去那个煽情的笔法 来煽动老百姓的仇美情绪 而是反而提出来要大家冷静一下 要号召大家要稳住阵脚 那怎么才能稳住阵脚呢 环球时报的社评啊 他这样说 彭斯挑战性演讲已经发出 美国更具敌意的对华心态 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散世 美国一些政治精英希望把中国变成苏联式的敌人 因为那样更有利于巩固他们在美国的既得利益 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对美政策 首先应稳住阵脚 不被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激烈态度牵着鼻子走 不与美方搞义气之争 我们尤其要注意不把中美之间的问题 朝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扩散 避免整个中西关系紧张 这里啊 环球时报就提出了说 虽然美国有一些那些政治精英啊 他们希望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敌人 但是呢中国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不要跟他们进行所谓叫做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强硬的这个争论 不要把中国啊弄成整个西方的一个对立面上去 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呢 那中国只有重温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低调的战略呢 你就不能再出动什么军舰和美国去碰撞这种很强硬的对抗办法 只能搞得中国越来越被动 越来越要被成就是变成啊西方世界他们眼中的第二个苏联了 环球时报下面这些话就更加提出来 他们一种叫做忧心忡忡的担心啊 他们担心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强硬挑战啊 他会对中国的政治啊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对会逼中国的政治也走一个极端的道路 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中美关系紧张对国内政策造成负面牵动 不因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化在国内事务中变得保守 换句话说 美国变得不开放了极端了 我们不能以极端对付他的极端 也不能让对美国的警惕在中国社会扩大化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考验 也将是一场潜移默化的洗礼 那么环球时报他就非常这个忧心忡忡的说啊 就是现在更重要的我们是要防止中美关系的紧张 对国内的政策造成一个负面的牵动 就是使北京政府啊对国内的事务啊变得保守 环球时报这里很巧妙的用这个保守这个词啊 其实我们如果要用大白话来说 这个保守的意思就是说走回头路的意思 环球时报这个话就是担心北京政府啊 在中国的国内事务中啊会变得保守 就是担心北京要在政治上走回头路了 而且环球时报还特别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他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考验 是一场潜移默化的洗礼 环球时报用这样严肃的口气提出 就是他们担心啊中国政治要走回头路 这就是因为啊这次的川普打出的这个政治牌啊 非常的厉害 一下就打中了中南海的要害 因为中共这个政权啊在经济上 他并不是那么敏感 但是他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川普他改打政治牌对北京施压 就逼得习近平啊他不得不走一个回头路 否则他就大权难保嘛 可是习近平如果他要走回头路的话 就必然引起中共党内一批那些改革开放 他们的得益者或者受益者的一个强烈反弹 就这样促使啊中共内部发生分歧甚至分裂 这次彭斯发表讲话之后 人民日报和环球日报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 就暗示了中共高层的分裂 因为中共高层啊除了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低系之外 大部分高官他并不想跟美国为敌嘛 因为跟美国对抗对他们来说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反而你要和美国合作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所在的 所以呢中共高层一直有一股强烈反对习近平啊 对美国采取一个强硬态度的那么一个势力 他们是尽快要求就是中国和美国停止这个贸易战 你不能把贸易战再拖下去了 越拖后果越严重 前天也就是10月3日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啊 他就接受了这个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 崔大使啊他就明确的提出说 中国希望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双方的贸易问题 中方愿意与美方达成协议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崔大使提出这个中方的让步啊 就包括这个削减贸易这个顺差了 这个开放市场等等 但是呢前提啊是要美方要释放一个诚意 要派出一些让中国的能够信任的这些谈判的官员 崔大使这样的一个论调呢 显然是对美国啊前所未有一个叫做公开的辅然认识嘛 他就公开表示中方愿意做出让步了 因为过去北京啊从来都是非常强硬的表示 说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问题上 中方绝不会让步的 那么这一次崔大使说的这个愿意让步呢 难道他不是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吗 那显然不是 显然是要涉及到中国国家的利益嘛 也就是说这次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北京也愿意让步了 那么当然了 现在这个崔大使提出说 中方愿意让步啊已经是为时过晚 因为川普已经把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他肯定不会轻易就和北京来谈判的 更重要的是啊 崔大使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他表示公开服软认识的言论 居然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 那都广为流传啊 他并没有被删 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因为这个论调啊 是跟习近平这个以牙还牙 这个强硬态度是完全唱反调的嘛 这样的声音在中国的网络上不受限制 非常广泛的自由的流传 这就显现出啊 中国的内部啊 他不同的这个政治势力 对贸易战和中美关系的态度 发生了分析 他们这个分析也开始公开化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 就是中国的改革派和保守派 他们就是被这个川普的这个发起的政治战啊 他们所逼啊 逼得他们不得不提前要摊牌的 在现在中国这么一个政治氛围下 中国政界呢 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 就是中国的原公安部副部长 现在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啊 在9月29日 他从法国前往中国之后 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失踪了 孟宏伟他因为是担任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而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 他的总部是在法国 所以呢 目前孟宏伟他的妻子家人啊 都住在法国 孟宏伟他回国之后呢 他的妻子这几天和孟宏伟一直是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也不知道他身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就选择向法国的警方报警了 作为中国人啊 他其实都清楚 孟宏伟回到中国以后被失踪啊 那肯定就是被中国的有关部门双规了 在中国双规就是意味着被失踪嘛 这些年来啊 中国的高级官员被双规被失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在西方的法治社会呢 基本上很少出现这样的事情 因为西方警察抓人的时候 你都要公开宣布 你要逮捕这个人是有什么理由 你不能搞一个秘密的逮捕 在中国这种先抓人 以后你再宣布这个他的罪行的做法 在西方啊 他是违法的 所谓一个非法的扣押 但是呢 这一次呢 这个中国这个被失踪的这个孟宏伟啊 却给北京啊 惹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因为孟宏伟他在国外有一个身份啊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啊 而且这个孟宏伟是作为一百多年来 中国人第一次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本来说啊 你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应该是最遵守法律的嘛 可是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本人都遭到了非法的扣押 你说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还有什么微信可言呢 这件事啊 真可以说让人感到啼笑皆非了 国际刑警组织对于他们的主席失踪啊 他也发表了声明 他说国际刑警组织意识到该组织的主席莫宏伟可能失踪的报道 这是中国和法国有关当局需要处理的事情 这也就是说啊 国际刑警组织他们也承认他们的主席是失踪了 这件事情就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个舆论的广泛关注啊 西方的主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这件事 显然的这一次北京对孟宏伟的行动是一个突然袭击的行动 因为孟宏伟绝对没有想到他自己回北京之后会突然被双规被失踪 否则他的妻子也不会去法国警方报警的 一般来说北京对于孟宏伟这样担任国际组织高级职务的人啊 他要抓捕的话是要考虑国际影响的 不到万不得已啊 他应该不会抓孟宏伟这样担任这个国际组织一个高级职务的人 他以免啊在国际上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 即使你非要抓孟宏伟不可 他也应该事先通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让他们有准备赶快换人不注意造成他们组织的混乱 那么退一万不说 就算是如果你要事先通知国际刑警组织啊 就会引发这个孟宏伟他叛逃了 所以他们要先把孟宏伟骗回到中国 对他进行一个诱补 那么至少啊就是中国方面在抓捕了孟宏伟之后 他马上就应该通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说孟宏伟在中国国内犯法被抓了 这个呢是一个最起码的国际规范或者是法律程序吧 可是这次啊北京不声不响的把这个孟宏伟抓了 也完全不给国际刑警组织任何交代 这个呢就是完全无视国际规范的一个很粗眼的行为了 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和批评 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国际印象 而这次啊北京啊他居然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影响 就是让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他都被失踪 那显然就是说中共内部这个高层的斗争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现在呢就是说中共这些省部级的高官啊 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叫的情况下都会突然的被抓捕 前些天啊就是原新疆自治区的主席白克里 他也是从国外访问之后啊 突然在机场一下飞机就被抓了 他也是没有任何这个预兆的 只要省部级这么高级别的这个高官啊 没有预兆突然被抓 这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因为这就破坏了中共啊 在延安时代就树立起来的一条规矩 就是处理高级干部啊 他有一个叫做逐步渐进的过程 你不能马上抓人 这是因为啊在延安枕风之前 中共党内的斗争是十分残酷啊 那些高级干部说枪毙马上就拉出去枪毙 一点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叫做冤假错案 在这个延安枕风之后 中共高层啊也可以说叫做痛定思通啊 他们就定了一条规矩 就是你要抓这个高级干部 要处理高级干部 你要有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 你不能马上就把人抓起来 这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啊 他就是给这些犯错误的高官 一个申辩的机会 就是减少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了 就是当时毛泽东这样的领袖 他也要遵守这个规矩 比如说在刘少奇当时候处理的时候 那就是先把刘少奇啊 先从党内的第二位拉到党内第八位 然后再撤去 然后再批判 最后才开出党籍 所以说刘少奇的倒台啊 他不是说一下子被公安人员就抓 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去了 他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一步一步来的 我们看最近的这个薄熙来案 当时候这个2012年2月6日啊 就是重庆市的副署长王立新 就进入了这个美国驻成都的总理事馆 他申请政治避难 在此之后呢 到3月15日 就是中共中央就宣布 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的市委书记 到4月10日呢 他们就宣布停止 薄熙来担任这个中央的政政局委员 而且宣布对薄熙来进行立案调查 所以说当时啊 中共还是给了薄熙来一个缓冲期 就是从3月15日把这个薄熙来撤职啊 到4月10日宣布对他进行这个调查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是给这个薄熙来这个缓冲期的 我们再看这个令计划 令计划他是2012年9月份被免去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这个主任的职务 他就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那么一直到2014年12月的时候 中共中央才宣布对令计划进行立案调查 也就是说给了令计划两年多的缓冲期 那么为什么所谓这个缓冲期那么重要呢 因为中共的高官他能够上位 他都是有背景有后台的 你要在有一个缓冲期的之内啊 那些出问题的高官他跟进 就是赶紧啊去找人去说情啊 可以找关系想办法来自救 一般来说啊 那些出问题的高官啊 他就找那些提拔自己的老领导去说情啊 当然这是最好的一个人选了 这些老领导退休之后 他们在党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发言权 特别是在人事这个处理的问题上啊 他是有比较大的发言权的 如果说老领导替某个人说情 力保某个人 那么现任领导啊 就不好不给老领导面子 一般他也就会重新处理 或者是不了了之了 所以说如果你给这些犯错误的高官一个缓冲期 允许他们去找关系啊 去找人来自我营救 这个呢就是中共延安时代传承下来的一个规矩了 如果按照这个规矩的话 那么当时这个白克力啊 孟宏伟这样的高官在被抓之前呢 如果给他们一个缓冲机 他们还可以去找自己的那些老领导啊 去求救 向这个老领导啊 给他们说说情啊 说不定啊 他们就可以没事了 至少啊 有可能是减轻处罚的 可是呢 现在白克力孟宏伟这样的神部级高官都突然被抓 就是等于不给他们这个缓冲期 不让他们自救了 而且这样一来 党内想保这些高官的老领导 他们在没有发号之前 人都已经被抓了 这就叫做先攒后肉嘛 等于就是剥夺了老领导在人事处分方面的发生权 这样一来呢 就表现出中国政治的一个新变化 这就是习近平抓捕高官啊 他就采取一个没有先兆 突然抓捕的办法 这样子来说啊 与其说他要剥夺这些高官的缓冲期 就是剥夺他们自救的机会啊 不如说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剥夺老领导在人事处分方面的发言权 习近平这样的做法 他就是要把这些老领导完全排挤出权力这个圈子之外的 让他一个人完全夺揽大权 当然了习近平这么做 他不仅要得罪老领导 他也会得罪党内的一大批高官啊 因为对于中共的这些高官来说 他们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出事 万一自己出事了 如果有一个缓冲期 让自己可以去找关系自救 这对于每个高官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候的救命稻草 现在习近平要拔掉这些人的救命稻草啊 这些人当然不会轻易就答应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么做 必然遭到中共高层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 党内斗争啊必然会激化 所以说现在川普啊 对中共打出这个政治牌之后 就会进一步加剧中共党内的分歧或者分裂 这样一来呢 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之前 中共党内啊可能先出问题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